Intermediate Chinese Video 4 在北京买东西 去北京旅游的外国人 大部分都会去有名的秀水街购物 他们说 在北京一定要登长城 游故宫 吃烤鸭 逛秀水 秀水街是一个几层楼的购物中心 那里的东西五花八门 多种多样 但去那里的大部分人 是想买假名牌的东西 比如 假名牌的钱包 胯包 箱子 鞋 衣服 手表 等等 无论什么流行的东西 在秀水街都能买到假的 这些东西质量有好有坏 有的可以以假乱真 让人看不出来是假货 那里的售货员都会说好听的话 比如 你好帅呀 你太漂亮了 美国多好呀 美女美女 过来过来 你是我今天的第一个客人 这个包是最新款的 您真有眼光 这是朋友价 听了这些好听的话以后 你千万别忘了砍价 或者应该说 非杀价不可 你给的价 应该是原价的10%左右 他们要800块 你就杀价杀到100块 这样你就能买到五美价廉的东西 你可以用中文或者用英文讨价还价 还可以用计算器跟售货员交流 当然 我不希望你去买假名牌的东西 因为那里也有很多有中国特色的小商品 可以买到中国书画 漂亮的茶具 丝绸衣服和日用品等等 北京有特色的购物的地方 还有王府井大街 女人街 烟袋斜街 烟袋斜街在后海附近 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 那里能买到很有意思的小礼品 比如 这是一个文具店 卖各种手工制作的笔记本和明信片 我还喜欢那里的一家卖西藏商品的店 里面卖各种与众不同的首饰 衣服 装饰品 我的孩子Abby和朋友们今年夏天去了烟袋斜街 他们逛了好几个商店 买了这件T恤衫 这个杯子 还有这个杯包 这件T恤衫 这件T恤衫 这个杯子